Hello,大家好,我是阿Ben 欢迎收看本集的最后一战 很开心见到各位 今天要看的是Key's回旋 红旗行动,秋风之尊号 这集影片不长 因为我把经历放在下一支影片 记得看片尾 那我们开始吧 西元2552年7月17日 担任USC伊洛奎号驱逐舰的舰长 雅各Key's忠孝 在奥克兰尼斯西格马星系 四号星执行巡逻任务时 队上有一艘DDS级航空母舰 一艘驱逐舰 两艘护卫舰所组成的小型新萌舰队 尽管Key's忠孝已发出请求真援讯息 但不幸的是 附近并无任何USC舰艇能及时支援Key's忠孝 且随便一艘新萌战舰都能马上集成一落魁号 眼看大难临头 一名宇航员建议撤退 但Key's忠孝念在四号星仍有无数居民 于是决定孤身对战新萌 网路上有英文版的Key's回旋相解图 不过那战术图我都看得补煞煞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总而言之 跟上级一样 我要来自己化 也许是出于自大的缘故 航空母舰跟驱逐舰 竟致死相四号星 没把一落魁号放在眼里 任由两艘护卫舰前去迎击 俗话说 一步错 步步错 这正好给了Key's忠孝大好机会 Key's忠孝将航线设定在于 新萌驱逐舰的撞击轨道上 并从屁股放了四坡层级核弹头 静待两机 两艘护卫舰各向一落魁号发射电将鱼雷 而在快击中时 Key's忠孝启动一落魁号的紧急推进器 幸运躲开地狱轮攻击 一落魁号继续朝新萌驱逐舰逼近 两艘护卫舰发射的头两发电将鱼雷 像白海豚一样转个大弯 追在一落魁号后面 两舰即将碰撞之际 一落魁号与驱逐舰插身而过 紧追在后的电将鱼雷击垮自己人的驱逐舰 Key's忠孝的第一招顺利消灭了一个威胁 一落魁号利用弹弓原理绕着四号星的轨道运行 且无可避免的碰上了在核弹头的爆炸范围里的两艘护卫舰 Key's忠孝眼见既不可施 引爆了核弹头 舰上的麦克炮和射手型导弹启发 彻底炸成两艘护卫舰 眼看没了护卫队 意识到情况危急的航空母舰在投放地面部队后紧急撤离盖星系 Key's挥拳战术之所以能广为流传 除了罕见的仪嫂极多能大大拉抬低迷19的士气外 这过程的所有计算、策略全由Key's忠孝一人谋划 而无任何AI帮忙 Key's忠孝的胜利不仅让斯坦福斯上将拔作他为上校 更为四号星之后的太空及地面战士为USCE提供不少喘息的时间 虽然USCE最后在太空及地面战士打赢了辛蒙 但辛蒙除了偷偷朝易洛奎号发射薰奥追踪期 而得以发现瑞取星的位置外 也同样从四号星上找到了先行者文物 提供了坐标发现了瑞取星 另外 雅各Key's上校这的人请各位务必记得 因为他将会出现在游戏最后一战战斗进化里 届时再像介绍星环战役的模式一样 深入剖析每一位重要角色 再来是红旗行动 随着辛蒙的步步进逼 欧尼第三处于西元2552年认为既然无法正面平行辛蒙 那么基于擒贼先擒王的道理 也许抓到对方的头头后 就能进一步逼使辛蒙和谈 结束战争 而有能力执行红旗行动的人选 非第二代斯巴拉战士们莫属 不过一直由希尔瓦少校设领的OTST部队也被纳入行动的一员 红旗行动分成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以一颗布满先行者遗迹的星球作为诱饵 刻意发出消息把辛蒙的CAS级攻击航母或CSO级超级航母引诱日词 第二步则是设法让自发的战士登舰截船 并让AI破解辛蒙的导航数据 寻找不外之城的位置 第三步为驾驶辛蒙船船舰死路不外之城 第四步为请拿领导辛蒙的三位先知任一位 逼使辛蒙上谈判桌 而要执行红旗行动除了需要破译辛蒙导航数据的AI外 更需要一艘舰艇从旁协助 那便是赫赫有名的秋风之顿号 秋风之顿号为翠鸟级轻型巡洋舰 总长1171公尺 宽度352公尺 高度398公尺 重900万公噸 下水日为西元2510年12月1日 碍于翠鸟级轻型巡洋舰的体积过于庞大导致笨重 火力不足、机动性低等等理由 翠鸟级轻型巡洋舰一直不受军方青睐 但随着辛蒙的入侵 任何能作战的船舰都被重废船厂里挖出来 进行一连串的改造升级 翠鸟级轻型巡洋舰的缺点极为优点 层层跌跌的风潮型设计 虽然让它过胖过重 但能承受多发电将炮击 即使受损程度超过90% 各部位也能紧紧相连不致崩塌 上头也搭载许多载具、人员 能对抗所有登舰的不速之客 与投放部队至地表进行战斗 尽管翠鸟级轻型巡洋舰 很快就被马拉松及重型巡洋舰所取代 但鉴于林斯特区之战的亮眼成绩 翠鸟级轻型巡洋舰在历史上 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上内容虽短 但各位也能透过此片 来顺利衔接下一步 希望各位会喜欢 今天介绍到此 感谢各位收看 如果您喜欢本频道的话 欢迎订阅与按个喜欢哦 我们下次见 哦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